真的是惊险一瞬间 在澳洲一位粗心的奶奶 她竟然只顾着东张西望啊 结果再有15个月大孙子的婴儿车 不偏不倚 跌入正好行驶过火车的列车车轨当中 幸好最后小baby逃过一劫 从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小男孩 就这么挂在手扶梯外面 随着轨道缓缓上升 换个角度再看一次 正当小男孩随着手扶梯抵达楼上 轨道也达到了尽头 这个时候失去搀扶的小男孩 直接从2.5公尺高的楼上跌落 幸好一名男子赶到现场 一把抱住小男孩 透过慢镜头可以看到 小男孩在空中转了一圈半 然后跌入男子怀里 幸好事后这名四岁的调皮男童 好法无伤 被爸爸带回家 镜头转到澳洲 火车月台上这台婴儿车 缓缓地滑向铁轨 这个时候正好有一台列车进站 好巧不巧 婴儿车就在火车车头 开入月台的同时 刚好滑落到铁轨上 画面触目惊心 正当所有人都傻眼的同时 铁轨上传出令人惊奇的消息 婴儿车里的这名15个月大的小baby 竟然还活着 消防人员立刻使用器具 把他给救了出来 让一旁吓到腿软的奶奶 顿时松了一口气 最后这名小baby只受到一些割伤和瘀青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